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我不断的在提醒各位 圣诞节前 外资不会买钞 外资只会卖 你今天终于看到了 所以这个礼拜就是这个盘 因为台积电也会长 外资今天卖了上市190几亿 上归20几亿 所以我说这个礼拜 看不懂不要做 那除非你说 你就输很多了 你要压大的 要压大的 但是必须要有坚决的抑制 好 今天 升华科第二支涨停 来 说了1943章 好 看回来 各位 这是12月16号 也就是礼拜五的升华科 各位你去想 一档股票从309.5跌到83块 升华科 309.5跌到83块 从去年的9月11跌了 跌了超过一年的时间 好 那我请问你 83块 好 我把它放大 83块在这里 请问我说你在这里 你买是危险 风险比较大还是利润比较大 可况好 假设你在这里买进 不对 卖出嘛 重新再买回来 这里就是最挣扎的 股票市场最挣扎的是什么 多空不明 那一下子翻多一下翻空 可是 那个你的损失有限 可能是几个person 那股票本来就是 有人说股票在洗盘的时候 会洗得很彻底 把福尔洗掉 好 你看升华科 你看吗 你跌了83 从309块跌到83块 打47折 打47折 没有 不是打不到三折 那309不到三折 然后呢 各位 这里啊 12月16号看到吗 在这里 那你在这里买 就算你买错了 卖再买回来 这个就是最挣扎的 然后各位在这里 我们把它放大 然后今天跟上礼拜五 它是两个跳空涨停 看到没有 两个跳空涨停 两个 那我说生意股 一定会有故事 有些 因为讲说 你听到的生意股 只要常常听到的生意股 它都会有故事 只是早晚而已 除非那时候 名不见经赚的股票 所以生意股就 圣华科就在 12月16号收盘 收盘才通知 所以它取得 固而要的资格认定 所以大盘跌 它不但没有跌 而且是两次跳空涨停 所以会变成说 今天上市外资大卖 190几亿 上贵也卖了20几亿 可是外资还是 买生意股 来我们看 今天外资买高端疫苗 买了327张 你看它 示意股在这里 腰斩 腰斩就整理了 各位整理了这么久了 从今年的4月到现在 看到 5月到现在 各位你想想看 已经不再破低了 所以今天外资买了327张 其实它今天已经来到了306了 最高 好 那台康生计 它是帮高端疫苗代工 好 从194块修正到100块 也跌了40个person流吧 30个person吧 打了8折 打了8折 看到 剩下100嘛 200剩下100 打了将近5折 看到 好 今天外资买324张 好 这是 长盛我会你的股票 从492.5修正到194 一样腰斩 好 那我发现 从492.5到今天刚好 第144天 整理了144天了 那外资今天买110张 自营商买了27张 那 为什么它会在这里买 那叫基期很低嘛 好 那各位开始在想 我说每年的12月 通常 都是生育股的 应该讲生育股要表现的 那今天很奇怪 生育股都还没表现 有啦 第一档就是药啊 要108到424 再来就是生育股了 那再来会是哪一档 好 今天也就 这个假日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来看这个 诺瓦瓦瓦克新冠疫苗 它这支疫苗获得WHO的紧急授权 各位看到 诺瓦瓦克的疫苗 获得紧急授权 好 那我们来看诺瓦瓦克来 各位 好 礼拜五的道雄跌了500多点 下面叫生育股 生育股是涨了122点 好 然后几乎都是跌的嘛 你看个股几乎都是跌的 好 来到了 诺瓦克 他一天 跟你涨了多少 好 涨了11.49个person 莫得纳是涨了4.53个person 所以我一直跟你讲说 台湾的股票市场 跟 国际股票 股票有点脱节 为什么 因为台股的生育股 有时候显得 等于说被严重低估 所以 那筹码被丢购就没有人买嘛 就干净嘛 筹码就干净嘛 所以你看药花药 为什么可以在25天的时间 从108涨到422 我常常在讲嘛 你有没有 我常常问这句话 你一定觉得 老师你为什么 一直在问我有没有 不敢买就是没有 那 股票 我有的时候在代货员 有时候我自己内心也有那种感觉 我如果带货员买股票 那一档股票 只要货员都买了 开始就不太会涨了 为什么不太会涨 很多货员在那里拉底赛 什么叫拉底赛 我看到红就卖 那卖的想接回来 想要做价差 那每天在那边拉底赛 就把虫毛一直弄弄弄弄弄弄散了 那 市场的主力也好 市场的揍手也好 或是 或是做公司派也好 看到每天都有人在那边拉底赛 他就不理你 反正如果以 市场主力或公司派来讲 他一年搞不好只做这一档而已 那你那边拉底赛不理你 得到你们受不了了 你们要出来收回来嘛 收回来再拉嘛 所以有时候待会很重 就有一个这个 这个缺点 你带他买嘛 尤其有的时候 我为什么股票会遮起来 不让各位观众看 大家跑去买 看电视都跑去买 然后呢 明天不涨 后天不涨就开始卖 你要做那么短就不要做就好了嘛 你也做不到钱啊 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今天 我说今天嘛 好 诺瓦瓦克拿到了疫苗的 WHO的紧急授钱EUA 那你注意看来 高端 诺瓦克做的跟高端差不多啦 他是做次蛋白的 看到没有 他的疫苗 看到 好 他的疫苗其实就就就就就跟高端的 儲藏的都差不多啦 就是次单位蛋白疫苗 你高端同为次单位蛋白疫苗 你看到哦 诺瓦克以高端同为次单位的次单位的蛋白疫苗 高端在这里 诺瓦克过了哦 你认为高端都不会够 我问你这样就好了嘛 如果没有Omicron 好时FDA 好时WHO认为 反正就有 已经有6支够了嘛 来看一遍哦 他是第7支哦 应该是第7支没错吧 好 他是第7支嘛 诺瓦克第7支 认为那么多支 他说EUA紧急授钱就不给了 可是Omicron来了 我常在讲嘛 现在每一个人所打的疫苗 我严格来讲 你们打的疫苗 都是针对武汉病毒株 引发出来的 Omicron来了几乎都没有效啦 几乎啦 只不过你身体是很强的啦 你打两剂的突破了很多啊 你看 你知道现在 荷兰整个国家是封城耶 荷兰啦 那英国加强管制啊 有很多国家他都 他没办法 因为欧米国太快了 我已经讲过很动辨了 假设武汉病毒株 武汉啦 一个人对一个人讲话 他就一个人 特别说一个人的威力 跟你讲话 你可能防护得好 你一个人而已啊 威力可能传不到你 Data是10个人 一个Data的人等于是10个人 你跟一个Data在讲话 他等于10个5万后援 5万病毒株的人在跟你讲话 你的传染机率非常高 可是 Omicron是怎样 40个人 Data的40倍 40个5万后援的人在跟你讲话 你会不会传染 所以我一直讲过那个概念 而且根据专业机构的 他们的研发是 Omicron可能 明年一整年啊 都没办法消除 因为现在才扩散啊 好 所以 我说那高端会不会够 高端引动的就是 台康生计嘛 那会不会够 我问你这个逻辑就好了嘛 好 那当然还有这档 这档更重要 这档 这档就是我们 目前在布局的 我再讲这档更重要 高端会不会够 是因为它 它也是武汉病毒株吧 这档 它是什么 它是针对 它是气糖化的广效 广效型的mRNA疫苗 最近外部好像是说 AZ就像我打2剂AZ 他好像最近的消息 好像是 还在查证 他说 我如果打第三剂 打AZ2剂的人 第三剂就不用打AZ了 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强 可能会打BNT又打 那打BNT打BNT 就是要打mRNA 那如果mRNA疫苗 又是气糖化的 那你认为怎么样 你想到要啊 要那种 在5个礼拜 108可以涨到422 这会不会重现在 这档股票上面 我不知道全部 如果像5分6分 那就很可怕了 你再想一遍 气糖化的广效mRNA疫苗 那我问你好了嘛 就像我刚所讲的 请问 我说当生化科打到这里 你认为风险大吗 高端疫苗从417 下来 不过他现在有点涨 那台庚是他代工 这是长盛 长盛外资是买了110张 因为长盛跟圣马哥比较类似 那时候492.5 打到多少 剩下200块 他100在这里 这里是大股东 在这里收股票 你看一只红K棒可以抵10天修正 都在多头 也就是 你看得到风险 你的风险就是这条线嘛 对不对 上去呢 无限想像空间嘛 那他的利基点在哪里 好我等一下讲 休息一下再会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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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8点到10点 股市现场 鎖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好 現在是4.45 歐洲現在正在開盤當中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德國股市華蘭克福 跌了2.4% 2.4%是有多少 2.4%就在這裡 跳空直接下來 好 那你再看 這叫化國巴黎 也就是化國的股票市場 跌了1.93% 1.93%是甚麼概念 就跳下來 那我們看台股 台股今天在這裡 所以你去想像看 請問明天的盤 今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暖氣要打開 棉被要蓋好 不然你會醉到皮皮剉 來 我們來看 現在的美國的電子盤 好 這是納斯達電子盤 跌多少 跌206點 最下面的 這是稻窮電子盤 跌439點 那我請問你 歐洲股市 德國跳空 跳水 化國跳水 那現在的美國棋子盤 那斯達也是大跌 稻窮是大跌 那甚麼原因 封城嘛 就封城嘛 Omicron嘛 所以剛開始Omicron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南非好像不嚴重 因為台灣人最怕死嘛 一人好就好啊 感冒就已經選不了了 你才得到Omicron Omicron不是不會死啊 醫療會崩潰啊 不然為什麼有人不打疫苗 連疫苗打疫苗引起反應都怕死了 還要說如果拿到被Omicron傳染 那其他國家就封城啊 可是 重點來了 飯也要吃對不對 股票也要跟他爬地塞 要跟他爽對不對 對啊 那今天呢 我們看 這人不是要聖化科跳空掌庭啊 好 那6547的高端利秒 外資買300多張啊 327啊 6589的台康生計 外資也買324張啊 這都100多塊的喔 6712的股票是200多塊啊 那外資買了110張 這張買27張啊 看過來 最主要是怎樣 他們都是相對低點 你看台康生計從195跌到100 聖化科從206跌到83 你看得到的 那常識從492.5跌到194 所以外資當然在買啊 我一直講 那個邏輯各位應該懂嘛 外資賣 假設他賣電子股 賣其他股不管 可是他 他這些錢不能放在口袋啊 他必須持股要有一定的比例啊 所以他要買什麼 他就來買生意股啊 大盤是大跌喔 如果以這種方式 德國華南克福 華國巴黎 華國的股市 現在都會大跌啊 今天晚上開盤的 道琼納斯達可能也會跌啊 那就跟禮拜五的盤市是一樣的啊 禮拜五的盤市我給各位看啊 禮拜五大家都跌的時候來 你看 道琼跌500多 可是剩期只是是長的啊 所以就引動了 各位 那法國啊 這德國啊 都跌一點多個人啊 都很多耶 一百二十一 一百二十一 跟三百四十幾 德國是跌三百四十幾點耶 德國耶 他們是道琼幾 三萬點的耶 那代表什麼 我剛剛講那句話 跨模賣走 而且我已經 這三個禮拜 在夜出 我就跟各位講了 這個禮拜 12月25號 聖誕節前 我一直不會買 因為他們在休假嘛 那 那你就等到下個禮拜 那下個禮拜 未知買的就是要佈及 明年一月份的週末行情 可是 對不起 搞不好他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整備 一月週末木行情了 為什麼 因為資金的轉移嘛 所以他只能什麼 他只能去買生華科 生華科沒有啦 買高端 買台康生計 買長勝 那為什麼買高端 買台康生計 因為 台康生計幫高端代官嘛 那 那 諾瓦瓦克已經拿到WHO緊急授權 那 高端也有可能啊 因為高端 他在WHO也有在配合他的 我們叫配合他的 臨床 這是測試嘛 上次 前段時間都有很多的消息出來 他可能隨時出來 跳出來 所以我說 他後期如果說真的 這幾天如果萬一過 我告訴你他也要標給你看啊 台康生計幫他代工的 他也被標給你看啊 那長勝外資也在買 為什麼 因為他跟生華科是有點雷同的 因為他們也做癌症的 那包括生華科也有做 新冠肺炎的 就是所謂的恩慈療法 長勝也做恩慈療法 所以你看外資也賣啊 好 那重點呢 既然那種阿克夠 那高端417最高啊 有什麼可能比他更有機會的 就是去糖化的廣效型 RNA疫苗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這家公司 這麼不會做生意 怎麼不會做生意 你如果去跟莫德納 或者去輝瑞 有些應該跟嬌生啊 因為嬌生的市值更高 可是嬌生在美國是 他在做武漢會員的 我們就小樣本的測試裡面 現在小樣本測試 有三支是沒有用的 惡果那一支 小樣本測試 對Omicron是沒有用的 嬌生對Omicron沒有用的 就十幾個人 十一二個人沒有用 就是幾乎就一兩個有抗體 而其他就沒有抗體 包括嬌生 所以應該是嬌生要來買啊 我常常在講 如果買那個 那種都是天價 買都是天價 你單單莫德納 我們要看嬌生 莫德納的市值 各位 嬌生的市值是 4429億美金 莫德納是1195億美金 連諾瓦克都才夠而已 他市價就164.3億美金 可是這檔股票呢 你看這一檔 今天收盤872這一檔 市值才5.7億美金 那他應該要 最少要36億美金的市值 因為這是 當時掛牌的時候 這些市場對他的評估 你看超過千億元 那超過千億元 我用把他換送美金 就36億美金 他應該要 市值要36億美金 可是以現在的收盤 才5.7億美金 我說他只要回到他市場 估他了 就有6.3倍 那如果他這個 諾瓦克比 夭壽還要再漲28倍 他只要跟市場估 這個36億美金的市值就好了 這潛在價值 這錢值 我一直給各位看 看看 好 那他又超過500 87.2乘0.6乘0.3 超過500 假設他來跟諾瓦克比 87乘0.28 我跟妳講兩千 會不會 我跟妳講假設 假設他這個 氣糖化的廣效mRNA疫苗 他本來就有一支 單糖化的武漢的蛋白疫苗 他這個超級抗體是 比其他抗體還要強 比現在也就是 所有人打的疫苗抗體都強 而且他又做出了一支 叫做單糖化的廣效疫苗 那我一直在等說 這些已經在線上的這些大公司 他隨便拿個幾十億 來跟他買專利就可以了 那種股票就標給你看了 人生有的時候 提供不會還要給你 應該這樣講 漲上去跟你有關係嗎 你一張也沒有跟你也沒關係 那現在這個行情就是 要還要漲多少 一百零八到四百二十二 二十五天 那各位我常常講合一 合一在四個月 從二十五塊漲到四百塊 漲超過二十倍 那你須以後 靠什麼 靠在那裡頭 靠漲停 賺幾個月 賺幾千塊 賺幾千塊 賺幾萬塊 股票市場 有的時候說當危機的時候 那是轉機 可是轉機你要買對股 再看一遍 我說以他的市值來講 來 諾瓦克已經拿到藥證了 未來會引申什麼 來 這檔股票假設 他現在才八十幾塊 假設他的mRNA疫苗 如果被病 我們叫做被授錢 被人家買專利 或車禮聯盟 你說他應該多少錢 我常常在講 他 各位一定知道 他比連領三百多還好 他也比高端的四百一十七都好 都好 就算高端漲 他也在反應 已經反應了 難道 EU也可能再漲一段 可是 他不是從底部開始漲 就像今天他已經漲到了 來 他已經漲到了今天最高三百零六塊 來 是不是 最高已經三百零六塊了 所以各位好好去思考 看不太多 那這個Omicron 有可能會引動什麼 引動我說 現在的疫苗大家都 因為還在打第三支 打第三支有沒有效 或許有效 可是如果有一支 我說有一支超級的這一支 如果真的被授錢 來 氣壇化的廣效mRNA疫苗 也就是這支是最厲害的 而且再看下面 它可以快速生產 大規模的生產 快速 而且大規模生產 而且它的成本又更低 保值條件跟Moderna一樣 我一直在想說 做股票有天飆上來 我說的 你會聽到你 它會飆上去 不是你這一代能感謝我 你三人都感謝我 但是你一張而已賣 你一千張你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你的資產 你去買它 一個%不會 你如果你的資產是 100%全部壓 如果真的不要上去 你的三代都會感謝我 那這檔會怎樣 我們就看今天晚上 美股明天早上的股票怎麼漲 那打電話 沒同一個時間再會 好